來 接下來我們來講法令紋的問題 因為我們眼睛剛看過了嘛 盤穴也知道了 來 院長來告訴我們 那法令紋要怎麼辦呢 我們剛剛講都是眼睛的上半部 靈魂之窗很重要 那下半部呢 像這個所謂的法令紋的位置 正好位在我們的鼻子的旁邊 所以當你開始這裡有凹洞的時候 這裡凹多少 它的旁邊就會寬多少 就這個橘色就跟藍色的是 幾乎面積是一樣的 當你這個開始凹的時候 如果萬一你這樣往下降 掉下來的時候 你這個臉會更鬆下來 對... 所以在法令紋這個位置是一個人 如果你不想老 那你不想老的話 基本上就跟車子一樣 車子的這個上面叫車體 下面叫輪胎 那中間的地方就是所謂的彈簧 有一點空氣 那這個地方你上半部的臉 跟下半部的臉 就是車體跟輪胎的 這個交接就在法令紋的地方 如果你把它hold住了 把它hold住了以後 它就不會一直延長 所以這個情形你就不太會老化 那也是用填充嗎 這個地方填充 也是填充 那填充裡面的最直接的就是說 你不要說材料而已 就是材料是一個很普遍的 你可以拿得到的 對 現在材料裡面常見的就是有像 膠原蛋白玻尿酸 或石膠性可以耐久一點的水凝膠 這些都可以 水凝膠 好特別的名牌 這些材料都是很普遍 你現在都可以接受 就是說可能半年到一年 這個是差不多一年 然後這個材料是大概十年 五年到十年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做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所謂的安全 對 任何的填補 對 安全很重要 任何的填補一定要做好安全 我自動出現 好 來 你做任何的微整形裡面就是 絕對不要打到血管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就要把它回抽 再回抽 這個是假設打在法令文的地方 你回抽的時候 確認沒有打到血管 沒有回血 那就安心了 然後再把這個安全頭 再把它打 再推進去 安全裝置 你利用固定器的時候 來確保位置不會移位 或者在施打的過程裡面 穩定而不會搖晃 這樣的話才會安全 所以它打進去的不要搖晃 不要搖晃 在固定那個地方 對 所以我們使用這種 所謂的標準的在這個地方 通常是不做開刀的 不做開刀 通常是直接用所謂的 微種型的材料來填補 那麼填補的材料剛剛講到 你可以用到半年的或一年的 甚至用到十年的 填補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固定器 固定起來 位置就不會移位了 對 好厲害 今天我們借一下 你的法令紋借一下 我的法令紋很嚴重 你看一下 就是說有一天你面臨到的 跟西方人一樣 類型好看 但是鬆得快 鬆得很快 那我們就先 以中間的地方 好 完全hold住法令紋 hold住法令紋 hold住法令紋 我們臉部的PU 10公分的PU 全部都會被往這邊拉 對 有變緊 有 整個都變緊 就所謂的10公分PU 是指你的 從這個量開始量 哪邊開始量 這個量開始量 10公分的PU 包括眼睛會變大 因為你看 我們往下降的時候 眼睛會變大 對 然後魚躍紋會減少 臉頰會減少 包括臉型會往中間拉 還有嘴角會上揚 全部都是依法令紋這個點 超好多 就一個點可以搞定全部這樣 這個點可以直接把周邊的PU 全部拉緊 好厲害 簡單的說 我們現在的科技來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全世界在這一塊領域 是台灣做得最好 真的 全世界我們做這一塊的話 是台灣做得最好是這樣的 你在這個法令紋 這個法令紋的地方 你把它拉起來 對 整個東西拉起來了 你的臉就直接變小 對 所以有人說 我不愛眉 答案錯 你不是不愛眉 是不好意思愛眉 真的嗎 那你抱歉誰 那這個時候你要做的地方就是 假設你設定一個位置 基本上是從這個地方 你一拉你的臉就 把令紋的地方 都立起來 然後臉變小以外 臉是掉不下來 對 臉掉不下來 但是 但是如果說 你的年齡相對比較大的話 你可能會從木耳紋的地方做 這樣子 木耳紋的地方做 木耳紋就下面這邊了 對啊 院長 剛剛如果像晶晶那樣子 還算年輕 然後法令紋只有一點點的話 像剛剛這邊 那要注射幾cc 這個一般來講 你一個1cc就要保住 1cc 1cc 1cc就在這個起源點 這個地方 1cc 好厲害 對 對 而且你治療這裡的地方的時候 你要默念一個 一個對字 我還沒中語嗎 我拉回從前找回尊嚴 因為剛剛講的 你做這個地方要默念 拉回從前找回尊嚴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經意的 你會被人家懸牢 對 院長如果我們法令文比較深 那些人是不是CC數就要多一點 CC數是看個人的標準 那有時候譬如說 有一位他退休的 他說我只做一次 那一次就打很多 這樣子 搞定的那種 可是如果說我們一次 就是要讓自己年輕的 5歲 10歲的感覺 你就在這個核心的地方 你就在這個地方 治療一次 剛剛講的 50歲以後你可能是 木耳紋 就要先治木耳紋是不是 如果一個人都不愛美 如果你很客氣 或你也不想做愛美 但是你不想老 你就在這個點Hold住 那Hold住那點 你幾乎不太會老 不太會老 我們做過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做了以後 就是你經過了9年以後 你比9年前還年輕 沒錯 像我去參加那個同學會 就發現 有的同學看起來 跟大學差不多 唯一多的是法令文 就多了這兩點 對 馬上就覺得有一點老了 其他的都沒有變 對 你只要法令文在的話 你感覺是括號 那麼括號的話 括號 對 你好像是一個大括號 而且有一點 通常你那會看起來比較嚴肅 所以你眼神再好 你只要一個括號 都覺得印象太深刻了 然後都覺得嘴巴好像突出來了 嘴巴尖 你觀察很仔細 對 通常我們如果用手機 來照自己正面的時候 都絕對不會爆牙 對 事實上你如果手機 你30歲以後從車邊照 大概有30%都是爆牙間 真的 是因為什麼東西不見了嗎 對 不是 因為你法令文凹了嘛 法令文凹了 法令文凹了 凹了太多了 它就凸出來了 而且你的子王跑到哪裡 跑到被嬰兒毀 對 然後跑到上唇的地方 會感覺嘴巴爆爆的 所以是尖嘴爆牙 那規定的叫做豪塞 豪塞 好可怕 所以老了的形容詞都不太好 好可怕 臉部的凹陷呢 我們剛剛講過了 太陽穴的凹陷 臉頰的凹陷 這些 還有一個凹陷 還有一個凹陷 臉頰 剛我們講的太陽穴凹陷 對 女生的這是先天的架構 架構問題 架構的問題 比如說你的臉型很好 可是一定在這個地方 在顴骨的外側一定一個小凹 規定一個小凹 像今天你臉型很好 一定是凹的 有 你有凹的 那一定是一個凹 男生不餵 為什麼 為什麼男生不餵 不公平 因為你皮比較薄 好看皮薄 好看還皮薄 皮薄但沒有限度 所以在這個地方 鬆弛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鬆弛比例會很高 對 其實這個東西 我也是學習出來的 真的嗎 因為好多女生都跟我講說 可不可以 院長可不可以在這邊治療 我都說不用 這樣比較好看 像以前的宋綱陵 就是這個地方 瘦瘦的就特別好看 對 就兩千 對 可是就好多人跟我講說 我就是這裡 很憔悴 很憔悴對不對 憔悴 對 所以我才學會說 原來這個凹陷 讓很多女生心裡上覺得自己 衰弱了 衰弱了 可惜了 真的 就覺得很憔悴的感覺 我也有 牛媽有凹嗎 有 那個凌凌節有凹陷 所以臉型越好看的 越會這個凹陷得更快 對 因為妳沒有支撐的力量 往下垂 對 那怎麼辦呢 拯救有妙招 看到沒有 馬上說怎麼辦 怎麼可以說怎麼辦 是的 通常我們 要把一個人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科技做出來 它完全不開刀 科技做出來的 科技做出來的 這科技 因為它用固定器 用安全裝置 然後長效型的水凝膠做出來的 然後這看起來很正 我們來設定一個就是說 剛剛提到一個關鍵點就是 如果你在這邊Hold住以後 這個人不太會老化 所謂的這個點是指 10公分的PU內 的PU相對都會被改善 也就是說 你以法令文的核心的話 你可能拉到你的眼袋 你的細紋 月紋 你的顴骨凸 譬如說你說我的蘋果肌 通常我們有20%的機率 會誤以為蘋果肌是大的那個東西 對 那錯了 那是到紐約去了 紐約要蘋果 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華人世界裡面 沒有人說 顴骨很大的 都是什麼 肌肉效多了以後都堆在這裡 所以是肌肉 對 那是肌肉跟脂肪堆積 所以如果當你的顴力已經夠大 顴骨夠大的時候 就開始變難看的時候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填補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填補 你可能直接在這個顴骨的地方 就變蘋果肌 這樣才是真的蘋果肌 是 不是連田大 所以包括你的顴骨會變小 然後你的法令紋 這個填補也會變好 還有一個是嘴角會上揚 嘴角上揚 那包括木耳紋的地方 可能會相對整個往上拉 就是向上提升 對 這個不是槓桿原理 這個支撐點 主要在這個支撐是四面八方 全部往這個地方 中間核心固定 中間核心的固定 不是槓桿說這個槓桿這樣 平衡不是 你只要這個點 中間的地方 你只要在這個點做 你10公分的皮膚 全部往這個方向拉 對 往這個地方方向拉 所以假設你在這個地方你有做 包括你嘴角可能上 但是這個要上也要經過滿三天 實驗你滿三天才可以拉 所以這個中心點真的很重要 就在我們法令紋的這個地方 就好像千金頂一樣 這兩個地方頂住 剛剛講到這個很重要的這兩個點 頂住它 對 頂住它 在這個法令紋的地方 所以這是核心位置 對 然後畫10公分的圓 都會影響到 對 都會影響到 我可能畫12公分 圓圍要長一點 大圓圍大一點 蔥油餅不是說大一點 接下來我們再告訴大家一個新的訊息 像醫學新知這樣 膠原蛋白還能夠縮小毛孔 我們這個基金我們常常有人看到 對不對 好像是電波拉皮的這個設計 這個對 現在的科技是在於努力的突破 就像以前的智慧 叫人類的智慧 現在最夯的就是人工智慧 對 現在連醫學的這一塊 都已經慢慢走向一個高科技了 它的第一個 如果安德尼最早的時候 你有做過第一代的電波拉皮 有測試過 那你測試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痛 還好 還好嗎 現在很痛 真的 變更痛 現在這樣 心痛嗎 很痛快 很痛快 嚇死我了 原來是很痛快 我也想要痛快一下 然後那個 那個鈔票口袋很痛 原來是很痛快 第二個 第二個其實是比較愉快的就是說 他的費用現在都變得很便宜 真的 真的嗎 你以前可能做的 你可能以前是多少錢 現在不要把它除以二 可能還有勝利 就換九團了 就換手機了 現在的這一種科技怎樣 因為科技 其實廠商是被逼的 被逼 從以前的第一代很痛 然後甚至用到全身麻醉 現在不用 現在麻藥要呼兩個小時 你就覺得無痛 然後你要在無痛之下 你就做到第三代了 為什麼 以前第一代的話 譬如說你打個 你只要這個頭一啟動 四個小時沒有用 你的頭就浪費掉了 這樣 他故意的 其實是故意的 他不是技術不夠 做得到 他控制 因為什麼 他控制那個量 所以現在的話 你這個頭你用掉 譬如說它是1200花 你把它用掉800花 你試一下400花不用用 等一下可以用 是 對 可以用 所以它現在已經進入到第三代了 那麼第三代的一個突破點 就是所謂的黃金探頭 它等於說 它這樣的一個介質 是以類似所謂的金屬 導電的時候 但是事實上它是導到 皮下的0.43公分 到真皮層 是真皮嗎 在我們肌肉的上面 對 所以它這0.43公分的時候 它是一片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就是一片 這一顆裡面 它是做的時候是等一片的 就是一個區塊這樣 一個區塊的 然後溫的 溫溫的 不會痛 就不像以前是這樣子去 以前是那種 現在彈彈彈 彈得很厲害 現在不會 那這是不是像海綿這樣子 現在打的話 它做的時候有點溫熱 好像是在跟你按摩 按摩 像按摩臉 對 那未來在突破的地方 因為現在電波拉皮還算普遍 從第一代 第二代到第三代 大家都知道說 它可能對於膠原蛋白會有增生 其實它最大問題是 你眼睛看不到它 加很蛋白這種時候 你只是覺得外表好像 比較亮一點而已 對 沒錯 其實它就在一直漲 一直漲 那最近 剛剛安等你提到說 開始在改變什麼 我最近有一種 所謂的一個突破點就是說 很多人做電波拉皮 都覺得它的魚尾的地方 那個小作文 都在 沒有用 所以這個地方 用電波拉皮 在墊這一代皮膚的時候 你可惜的就是魚尾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我可以設定的是 另外用一個儀器 譬如說用一個超音波 超音波 雙管齊下 用超音波 或者是用雙波 用雙波 用雙波來做這個 用雙波 來改善 來改善這個魚尾的地方 就是針對這兩個點 因為電波拉皮 光你這樣做的話 它對於細的這個地方的紋路 力量不夠 它對於深的紋路比較夠 所以它一個特點就是說 沒有修護期 所以你就很痛快 了解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科技就是日新月異 真的 而且它微量縮小毛孔 還會縮小毛孔 會縮小毛孔 會覺得皮膚細細的 好棒喔 皮膚越薄的 皮膚越薄的 縮小毛孔越多 了解 剛剛我聽到院長有講一個重點 我覺得最好 這以後這個 像零元手機一樣 零元 零元 然後買一些保養品去擦 這樣 其實你的想法是對的 真的 因為以後的手機 它可能會來一個溫熱 來一個一個 手機敷臉就對了 手機敷臉 對 但是這個廠商 它一定科技上 一定要突破到 你做得很好 我做得比你更好 更好 所以你的想像是對的 未來的手機 可能這樣拿起來 就小電波拉皮 真的 所以安德麻煩你 你直接把它再安掉一下 安德剛剛你的創意裡面 其實現在的科技是 要在這個地方做小電波拉皮 有嗎 你這個等於是 大的電波拉皮 大的 然後這個在細的 小電波拉皮 所以你的想像才真的對了 厲害 太厲害了 越來越年輕 然後問你多少歲 你可能都100多歲 每個人都年輕 對不對 來 這個就是三種材料 材料科技 就是說從過去的半年 對 半年 現在可以拉到5年到10年以上 那或者說有軟性的以外 就是開始有彈性 QQ有彈性 然後還有一個